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看到一個演講 講到Grid這個成功者的特質 也就是說追求目標的熱情跟毅力 我想非常符合我們現在的狀況是 面對到過去兩年成績沒那麼好 那如何有這個毅力能夠堅持下去 然後不要放棄 然後去克服我們現在的難關 然後創造更好的成績 二軍頭補教練 黃浩然教練 歡迎 一軍頭補教練 補久保健二教練 補手 歡迎 歡迎國康 去年在選校選了比較多的補手 然後因為我們去年是沒有頭補教練 所以希望能夠找兩位頭補教練進來 能夠幫助我們年輕的投手能夠成長 那時候看到他有離開Lamigo以後就覺得 如果他沒有其他的打球機會的話 那我們是很願意就是請他來當頭補教練 有人問我會不會一樣 我說其實那是一種心情 那只是覺得很可惜 沒有辦法繼續在球場上 以選手身份繼續打拚這樣 那轉換成教練的話 那我還是一樣 用別的心情去看待就是 因為我還是在球場上 只是角色不一樣 一樣是為全隊做公圈 有機會來到這邊嘛 當補手教練 而且剛好一軍有請一個在日本比較 就是算很有經驗的一個補手教練 那希望從他身上學習到很多 我自己可能本身不足的地方 包含在指導這一塊 畢竟我也是第一次從選手身份轉下來當教練 那就好好的去觀察跟學習 然後去請教 那把自己該做的工作完成好這樣子 進來一陣子 然後又打過東盟了 然後就有看到自己很多不好的地方 像是動作啊 不管心態都有很多進步的空間 那兩位很有經驗的進來 那我在春訓的時候也會 就是找時間跟他們就是問說要怎麼加強這樣子 很期待說可以在春訓練到新的東西 因為畢竟以前在高中沒有像這種都在練習的時間 所以相信自己在這段時間可以進步很多這樣子